寻找中国巴菲特 开始报名咯 第一步 扫描二维码 关注活动微信公众号 第二步 进入报名通道 填写报名信息 选择您喜爱的导师 第三步 到指定券商开立账户 转入资金就可以参赛了 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懂 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400-655-5088 010-6510-1377 寻找中国巴菲特 寻找更好的自己 我喜欢三月的风 四月的雨 和现在最好的你 这句话是我今天中午 在同事的电脑平保上看见的 我要把它送给 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你 以及所有寻找 中国巴菲特的参赛选手们 现在呢 我要有情提示大家呢 是我们的选拔赛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如果你还没有参与到我们 那么在这个过去的周末里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利好的消息 特别多 再叠加上上一周市场 凌厉的上攻 大家都感觉 今天市场 如果去站上3300点 一定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是情理之中 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 叫做意料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 截止到今天五盘啊 三大指数是 悉数报收绿盘 但是在今天下午开盘之后呢 我们看到指数又砸了一下 不过好在尾盘出现了拉升 那在这样的行情当中 我们可能就会思考 以下几个问题了 一个就是当前这个市场当中 大家普遍的预期是上涨的 但是在一致性上涨预期的背后 会不会出现预期的差异 那么比如说 当前这些资金 支不支持我们市场的 一个持续的上攻 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关于当前市场上 最火爆最热门的化工股 化工股受到了 这个供给侧改革的影响 上演了集体的狂欢 但是我们都知道 狂欢一定会有落幕的一天 它到底什么时候会落幕 我们来不来得及 加入到这场狂欢当中 它落幕大概是什么时候 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啊 行情好了 大家特别在意自己的选股和操作 但是选股和操作 是我们在这个投资市场上 一个永恒的难题 所以今天我们还会分出一些时间 告诉大家 在这样的行情当中 你如何做对自己的选择 和做对自己的操作 好 在这些困惑 我请到了今天几位啊 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 让我们一起欢迎一下 今天的超级观察团的成员 一位是胡云龙导师的圈内好友 长城国瑞证券投资顾问 高露铭 来欢迎一下露铭 以及露铭旁边的 擅长量化投资的 北京义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玉刚 然后在我左手边的是 胡云龙战队的两位选手 周涛和高永利 欢迎一下二位 那么另外呢 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 市场当中 大盘是出现了一个盘中的跳水 并且是高开之后才跳了水 于是我就非常担心了 早盘一看行情这么好 过了一个小长假 很多人可能纷纷地开始追高买入 在加上今天下午 出现了这个行情 比上午差的这种情况 我很担心选手的收益 到底会不会缩水 来让我们赶紧请出 我今天的好搭档 我们的数据观察员刘鹤 来看一下大家操作 是什么样的 那刚才呢 胡云也介绍过 今天的实际上是有高开 肯定有人会追高啊 追高之后 结果怎么样 肯定是有的好有的不好了 没错 咱们来看两份数据 首先呢是上周 也就是我们正式进入选拔赛 第一周的一个选手 清算之后的周收益情况 我们编导给起个名 叫做马曼然战队霸评 为什么呢 来看一下 清算之后呢 马曼然战队有四个名额 进入榜南 前三名都是马曼然战队 像王某义发现价值级 黄某乔啊 这都是马曼然战队的成员 排名第一的是上周 跟我们进行连线的 这个王某义 当时应该借打周收益是35% 而且呢朋友们应该有印象 只要你认真看节目了 当时他拿的是一支刺心骨 问他说 那你准备拿到什么时候呢 他说那就按照技术图形走呗 对吧 那今天呢 这支票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我不知道他是走还是没走 等一下我们就再来看一下 那另外呢 排名第八名的这位江某局选手 大家应该也有非常深的印象 因为在之前 咱们做热身赛的时候呢 他有一周是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而进入了正式选拔赛阶段之后呢 还经常能够看到他的名字 而其他的有一些人已经是 四个字叫做敏然众人意啊 那这位选手实力非常不足啊 我们要好好跟踪一下 第一周累计收益情况 前世明大家看过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份清单 是截止到今天五盘选手们的 累计收益情况来看一下 跟上周收益前十的清单比呢 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啊 首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一位 上周的周冠军王某义 选手的排名是下降了 落到第四 他持仓的是哪一支 刚才我们提到这一支刺新叫做微派格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微派格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来我们来上一下K线 这支票呢 今天是直接从涨停 打到了跌停 天地板 一天二十个点 没了 而且这位选手呢 好像是没有逃出去啊 而上周呢 周初一排名第三的黄某乔呢 是冲到了累计的第一 他拿的是苍州大化 化工股啊 对不对 苍州大化 今天这个点踩的实在是太好了 而且早盘呢 还做了个T人家卖了 人家又接回来了 高手开始慢慢的发力啊 那最后呢 就是咱们选手们的操作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 选手呢 确实是收益呢 是在下降的啊 接着到今天五盘呢 当日平均收益是负的0.61% 而且又开始大面积的减仓了 我们发现选手是很敏感 震荡的时候减仓 上涨的时候还减仓 今天跳水又在减仓 这我不知道叫不敏感 还是叫不敏感啊 今天盈利的选手呢 只有两成多 而上一个交易日上周四呢 还有三成多的人在赚钱 最后呢 持仓大于七成的人是在缩减 从66%变63% 而且跟胡江说一下 这是咱们第三天出现一个相同的情况了 就是大盘的指数在上涨 今天盘中是又摸了一下新高嘛 但是我们选手们的收益情况 确实在连续三天都是在下降的 这是我们今天的数据 好 这就是为什么每天我们都要去关心这个选手的数据问题哈 是因为选手的数据以小见大 能够反映出市场的一个普遍的情况 你看就像刘鹤所说的 这个指数在不断的往上摸 但是选手的收益和仓位都在下降 电视机前的你啊 市场当中的你 如果感觉这几天没挣钱 可能你正是这个人 茫茫人海中的一员 如果你挣钱了 恭喜你就是高手 赶紧参与到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好来 我也要跟几位来进行统计一下 因为之前户指上工3000点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是做了一期的节目 话题是狼来了 当时说的是什么呢 大家的一致性预期都在看多看涨的时候 我们就提醒大家很多 这个大调整可能随时会来 现在大盘距离3300点 仅有一步之遥了 但是午后的跳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为什么 因为大家现在也是一致性的预期是要上涨的 调整这么快就来了吗 这个调整是不是一个开始呢 来现在我要请现场的四位嘉宾举一个牌 如果认为是调整开始啊 请给我蓝牌 如果这个位置觉得还要上涨 没有问题给我们红牌 来 三二一 我们先来统计大家的观点 有问题 啊 好 好 呃 两位认为有问题 王玉刚和高永利认为有问题 周涛和高露铭认为要震荡 好的 谢谢 各位把牌子放下 我必须要先问一下我们的周涛 因为我昨天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你写了一条说可能这一周能见到一次极条 这一周能见到一次极条 你现在给出的震荡观点和这个极条是画等号的吗 呃 没有 其实今天呢这个我觉得它这个极条的幅度啊 呃 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大 就说今天呢它采 尤其是上阵啊 采到了五六线之后呢 它还算是比较比较稳定的 而且今天整个牌面的活跃度比较高 因为有一个大的化空板块撑着 而且后来这个大盘又开始吸大麻了 对吧 大麻板块又起来了 所以整体上的这个指数上都还算是比较比较OK的 并没有出现像这种大范围沙跌的这种板块 但是你认为的这个震荡是什么意思呢 呃 这个震荡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呃 原本判断的就上阵了 因为在这已经形成了背离拉伸 呃 为什么会在这今天会在这回调啊 呃 是因为创业版 创业版的同步创出了新高 跟我们的主板形成了一次同步背离共振 所以它这个回调是属于正常的回调 实体因现在变小 在今天尾盘的时候往上拉伸了 这是好事吗 呃 这是好事 而且现在呢 呃 我我认为哈 他调整完之后呢 还有机会去创出新高的 嗯 好来 我再听一下高鲁明的这个观点哈 因为今天呢 是破了这个万亿的成交量 包括北上资金也流出了将近40个亿 再你看来这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场内的资金分歧在加大 而未来这些资金的这个分歧会不会持续 而这种分歧是不是导致你举震荡的这个原因 主要呢 还是要看一下我们这个市场的一个运行节奏 我们看到的是最这个在上周上周上周三的时候开始这个上涨啊 就是4月3号的天上涨出现了一定问题 呃到周四的时候呢在这个信号又得到了一个强化 这告诉我们就是说短期之内呢出现那种市场出现那种 它是一个量价被持的一个关系 这种量价被持的关系实际上就预示一个调整 因为当时我在这个写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算是一个那个五平吧 写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第一个告诉我们调整的信号要出来了 今天呢它实际上呢是告诉我们两点 第一它在盘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上涨指数呢出现了这样一个35点的这样一个下跌的盘中 但是在尾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它又拉回来了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市场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强势一些 尽管我们看到这一段的上涨 说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一个信号 但是当天的盘中已经告诉我们很有可能是一个跌不下去的这样一个节奏 所以说今天这根K线给出的我个人更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个位置可能会出现震荡调整 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位置再往上涨一涨之后再调整 这同样有这存在这种可能 所以说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位置 尽管这个位置它出现调整 它是一个也是以这种横盘震荡为主 如果不出现调整 现在再往上拓展一下空间也是合理的 因为我们看到盘中出现一个信号 就是说这个二线的蓝筹开始集体的发力了 这样的市场是不可能跌得深的 好 因为刚才高鲁明他给的是一个震荡的牌子 所以我认为大的问题是没有的 但是在你的分析当中我听到了一句话 叫做上涨出现的问题量价背离 很多人其实现在非常关心这个场位的量 足不足以支撑这个市场的上涨 这也是今天我在节目的开头跟大家所提出来的问题 好 我现在要拿你的好友胡云龙之前 上一周一在这边做节目的时候跟我说的一句话 他说为什么现在量不放大 是因为厂内的人吸收 厂内的人吸收 所以一点点资金就可以推动这个指数往上走 这个观点你赞同吗 我赞同 因为现在从盘面上看到很多的一个迹象 就是很多的阻力都属于这样一个建汤这样一个阶段 他建汤的阶段 他实际上是在抢筹码还抢不过来 他不可能会在这个位置 大范围的抛售这样一个筹码 既然这样的话量价背离有什么问题呢 量价背离它会造成一种走势 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正常的一个因为这个量价关系是分为很多种啊 就是说我们就举现在的例子来看的话 如果出现明显的正常的走势出现的量价背离的话 它带来的是一个调整 但是说如果是在现在这种特定的市场情况下呢 它出现的这种有可能是一种震荡盘升的走势往上走 它更多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模式 好 关于这个量的问题 我还要麻烦大家再举一次牌 认为这个量现在到底有没有问题 其实这个量的问题我已经听到大概有两周的时间了 很多嘉宾都在这里讨论说 你看这个量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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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上一周胡云龙其实是成功的说服了我 他告诉我们是因为洗手 所以咱们这个量不够也能上涨 他认为没有问题 我觉得很有道理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赞同 来赞同吗 认为量有问题的给我举蓝牌 认为量现在不存在问题的 给我举红牌 来 三 二 一 我们来举个牌 量有问题吗 周涛认为没问题 高永利认为无所谓 这两位都认为没有问题 好的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高路民的这个观点 认为在这个位置可能是先震荡 然后呢再调整 或者是再拉一拉再调整 好 我们同样也要听一下 这两位其实在今天场上观点已经偏暖了 我们要听一下这两位看空一些的 高永利作为选手 你在这个阶段看空 做什么样的分析 我是长期看多 短期看空 在上周一拉升以后呢 我就是准备在周三周四 周三周四呢 如果要是小幅震荡的话 我可能会继续持股过节 如果要是周三周四上涨的话 我就会清仓 周四那天我就清仓了 因为我在这个六十分钟 还有这个日线看出这个被持的结构 特别是这个六十分钟有一个这个MACD 有这个准备离的这种现象 我觉得呢会短期会有一个三天左右的一个调整 所以说我觉得在周四呢就果断清仓了 可是周五的上涨不会让你很难受吗 没有周五啊 上周没有周五 上周最后一天是周四 我把他当成了倒数第二个交易人 对而且那当天呢 这个赚钱效果比较差 我发现二八分化特别严重 互盘的是五零 我关注了一下是银行啊 还有这个保险板块 因为我觉得我关注的股票呢都是小票 就是说我觉得效果不太好 挣钱效果不太好 就先出来看观望一下 你提到的这个赚钱效应差 指的是品种出现了问题 还是行情持续不够 因为我觉得二八分化都是 因为我关注的股票 像那些大票保险银行 这些都是我平时不怎么关注的票 所以说我玩的票呢基本都在回调 我感觉都在 特别创业版指数还有中小版 我感觉有需要一个短期的回调 因为你俩都是选手 所以我要问一下周涛 他说赚钱效应差 你有这个感觉吗 赚钱效应还是比较不错的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做超短的选手呢 可能更多的去关注于这个板块 关注这些强势的个股 像现在高位它能够横住 指数上没有问题 它个股的机会就会比较多 包括你这些化工板块 你可以大胆去玩 当有板块支撑的时候 其实指数上它的那种效应呢 会削弱的 那这里我觉得我要提醒一点 就是因为本周呢是整个 从24.0以来的第14周 第14周呢本身处在我们 菲波那切数列第13周的 这个正非周 它是一个变盘周 所以本周见到高点的 这个概率是挺高的 然后呢如果说它能够在这 横盘守住这个支撑 后期呢还有机会去创出新高 但是这个新高呢会导致我们 上证指数的二次倍率 这是一个我曾经一再给大家去强调的 这是一个我们的减仓点 好 虽然高永利给的是这个 你给的是震荡 但其实你们对于短期的观点是一致的 是吗 就是在短期内你们都看见了风险 好 高永利是短空长多 短空空在哪里 你认为这个空什么时候会结束 短空我觉得 而且我操作的一个习惯呢 就是在每个月的月底 如果涨了以后就是月底操作 还有月初操作 但是在月中的时候如果月底 就是月初涨了以后 月中呢 特别是在一个阶段性比较高的一个高位 会有一个震荡 在震荡时期呢 可能就震荡它就代表有回调 在震荡我的操作呢是 低吸高抛吧 低吸高抛 对 震荡在通过各种指标来 判断这个低位 然后买入 然后在高位买出 就是在做这个震荡期间的这个差 这个价差 好 其实我在日常做节目的过程中 特别害怕嘉宾跟我说 你把这只个股做一做高抛低吸 好简单的四个字 好难做的四个字 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节目的 即将结束的时候 会接口选手的操作 让现场三位给大家 现场四位高手好好给大家讲讲 我们的高抛低吸在盘中 在此时此刻 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它 赚钱效应这时候 我得跟刘鹤讨论一下 他说赚钱效应不好 他说好 你觉得选手赚钱效应好不好 如果从数据来看我们的选手赚钱效应 在最近三个交易当中就是在下降 就是不好 就是不好的 那指数确实是在每次创新高 但是我们选手的这个收益 确实是在下降 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整体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问题说明什么呢 说明可能是简单的来讲 大家买的不对 那如果夸他一句的话 就是周涛好厉害 他买的好 好 来 关于这个盘面的情况 这三位的观点我们已经了解过了 因为刚才王玉刚也给了一个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所以是什么意思 你认为现在风险出现在哪里 他现在就是说 我们的 因为之前来过几次 我也讲过 我们是有做这个市场的温度和估值的这个观察 现在我们在大概整体上市场来说 处在过去的五到十年这个中枢位置 就所谓叫我们叫中间点 这种往上 什么叫中枢位置 就是说如果零度到一百度的话 就是从高估到绝对低估这个中间 我们大概在五十 现在在五十 对 对半的这种情况 就是说 其实现在你知道从价值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物有所值就是这个 价格就是价值 基本整体上来衡量 就差不多是这个水平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不算很便宜的时候 不算很便宜 便宜的东西现在在补涨 你会看到现在便宜的东西在补涨 为什么现在化工这么凌厉 但其实化工在今年是滞涨的 我们后面会看到 它的涨幅是落于大盘的 它的估值在去年已经很低了 去年十一月份 我们去监测数据以后 因为我们是半年一监测 去重新刷的话 我们当时选的市场最便宜的五十个股票里 大概有十一个到十二个是化工 然后剩下都是水泥钢铁 好 关于板块我们一回说 你提到的这个便宜这件事情 让我非常 就是不便宜这件事情 让我非常感兴趣 对 因为我们上一周的时候 有位嘉宾叫刘乃迁 他刚告诉我们 现在我们A股的估值 依旧是全球主要的这个经济市场里 最便宜的 是 因为发达市场很贵 所以我们这个不算便宜 怎么去理解它 它未来上涨空间不够了 不算便宜 不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贵了可以更贵 这个是完全取决于你的流动性推动 但现在我们看起来 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货币和财政政策都在放松 然后在宏观层面上 你的流动性是在好转 因为去年是金融区杠杆嘛 估值被打下来 是金融区杠杆打下来的 然后现在可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估值的水平 但最低的市场上最低的还是中正500 就是整个中盘股是比较便宜的 然后呢 但是中盘股的盈利状况是最差的 盈利预期是最差的 就是这有一个关系 它的估值也比较差 你提到了这个盈利业绩 盈利预期 我们就要关于业绩的问题好好问一下你 因为你很擅长这个基本面研究嘛 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关于一季报和年报的事情 因为本周乃至本月 都是年报和一季报的一个密集的披露期 我这里有一份招商证券的数据 研报数据是2018年各行各业 业绩增速 以及2019年一季度 业绩增速的一个变动的方向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2018年年报 资源品是去年盈利最好的 然后是金融地产 公用事业信息技术 和医疗保健是去年盈利增速里最差的 我们看一下结合一季报来看 资源品反而会由于大宗商品的价格 中枢下移导致盈利成压 所以你感觉这个业绩和基本面 对于当下这个阶段市场的影响 会不会被放大 就此时此刻在这么好的行情当中 我们去谈估值 它还重不重要 也还是重要的 因为有一种 现在市场有一种水往低处流的心态 就是说增量的钱 包括在过去的 这半年的时间里面挣到钱的人 他现在 那我有一个想法 我是不是我要保持高仓 因为我如果判断这个市场整体是一个牛市的话 我要保持我的高仓位 但是我要换品种 它一定是从高位往低位去换 好 既然在换的话就会轮动上涨 你为什么会告诉我 你现在看到的风险呢 看到风险是什么 就是什么意思呢 它这种过程如果是有序的推进 就市场的情绪比较平稳的情况下 它有序推进 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市场 在不断地缩量 但是不跌的情况 然后呢 现在的问题是在过去我们在 就整个三月是一个量很大 但是指数不动的那个情况 你在一个空间里面运行 现在好不容易从在上一周 把这个区间上来了 然后又说我把这些人 所有的成本都抛在后面 如果从指数整体来讲 大家的持仓成本 现在在价格的下方 所有人整体来讲市场是有福盈的 是挣钱的 有福盈的 然后这份福盈 当你不想再持有福盈的时候 你就会离场 会离场 然后就变成一个多杀多的局面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你担心的是多杀多的局面 对 多杀多 即将出现 多杀多是很快速的 在这种多杀多杀完之后呢 以在场面来看 杀完之后可能有些票就起不来了 真的就起不来了 分品种吗 还是分涨幅过高的 品种也分 但是涨幅过高的肯定是危险 好 来 既然你研究了这个业绩 我们要把业绩报拿出来说一说 因为最近这个一季报 已经开始公布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截至到4月5号 也就是清明节前 两市一共有1267家公司 正式披露了2018年的年报 其中有一些年报 有业绩预告的公司是777家 我们都知道 不管是年报还是一季报 就是说业绩越好的 它越愿意提前披露 越不好的越往后跌 所以我们在这个年报和业绩 一季报当中 我们有些地方是需要我们避雷的 怎么避 是不是越迟迟不公布的 我们也要相信 避雷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些征兆的 因为现在的市场 跟可能跟之前几年年的市场 有一个区别 就是说我们对产品终端的价格 特别是制造业企业 你对它的终端产品价格 会掌握得非常详细 然后消费类的企业 你对它的这个 如果它有天猫店 或者有京东店的话 你可以很方便地 就找到它的销量数据 对 所以现在这直接反馈是很快 它一季报会出雷的这些股票 大概率它年报就有问题 好 因为刚才于刚提到的一个多杀多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我还是比较关心的 路民会觉得会存在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 就是说要一定要区分去看吧 因为这个 行情和指数这块呢 它实际上是现在是分化的状态 我认为这个 现在有可能是这些二线粮程进行补涨 仅仅是高位的个股 存在这种杀地的风险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 虽然说这个 现在目前的这个指数 在近期这段上涨 这个短期之内 有可能会存在这种震荡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实际上是 不影响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 那个内部的脉络 所以说行情应该还是能持续的 我认为 好 几位的观点 大家都已经了解完了 虽然今天并没有人给上涨的红牌 但是可以看到 从长期来看 大家对于整个市场的预期 还是不错的 我要借用今天胡云龙导师 刚刚发的公众号当中的一句话 来结束我们的这个环节 他说单纯的去分析大盘 或者去规避个股 都不是现在最好的一个策略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认为指数会有长时间的震荡 那个股的拉升也会不尽相同 正在这个分化时期 是最考验人性的时候 是的 这个时候也更加考验 大家的选股能力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地 甄选个股 做对自己的操作 在上周六的时候 我们在天津举行了一场 导师见面会 由于不少投资者 在外地路途遥远 我们把这个导师见面会 做成了一个视频 我把我们的课程精心编辑 放在了我们的友言投资里 那么现在呢 您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 关注到我们财经八度的公众号 在底栏当中 进入到友言投资 就可以收看我们相关的视频回放 来重复学习 好的 了解一下 你加入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都需要进行哪些流程 第五届 寻找中国巴菲特 正式开启了 全新赛制 全新流程 召唤无畏挑战的你 本次活动分为三个阶段 召唤期 选拔期 终极挑战 第一阶段 召唤期 您可在此阶段 关注活动微信公众号 并去活动指令券商开户 我们为您准备了四位导师 与导师不熟悉 没关系 您可以在召唤阶段来到录制现场 与导师面对面 导师不合您意 没关系 还有荣耀组供您选择 第二阶段 选拔期 报名成功 选定导师或进入荣耀组后 您就正式进入选拔期 在此阶段 我们将选拔十位投资达人 进入最终的终极挑战 四位导师 每人手中各有两个晋级名额 您可以凭收益取胜 也可依靠投资逻辑 超高人气 成功突围 荣耀组 拥有一名晋级名额 收益率低的选手 自动晋级 最后一个名额 所有未进入终极挑战的选手 进入加实赛 最终通过人气来决定 谁顶第十人 第三阶段 终极挑战 十位投资达人齐骏 上演高手间的对决 谁将获得超额收益 谁将问鼎 冠军宝座 一切尽在第五届 寻找中国巴菲特 寻找中国巴菲特 寻找更好的自己 欢迎回来 寻找中国巴菲特 寻找更好的自己 那么本周寻找中国巴菲特 已经陆续 已经正式进行了 我们的比赛的第二周 现在我们期待的 这个累积收益的出炉 不过呢 具体这些选手 是经过哪些神奇的操作 而获得当前收益的 欢迎大家去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随时去进行 报名和开户 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这样就能够通过 我们的大赛主页 进行数据的围观 同时收看四大导师 每周给你发布的周策略 好 回到我们一开始 跟大家所说的 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 第二个问题 就是关于化工股的涨停潮 今天早上一打开教育软件 哎呀 我就又后悔了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参与到 这个化工这个板块当中 38只个股涨停 是不是很夸张 38只个股涨停 我们来看一下 一些联版的个股 和他们今天的成交额 在化工股当中 今天成交额排名靠前的前五 我已经给大家梳理出来了 他们分别是龙头股 浙江龙胜 它已经快要成了 现在市场上的 一个新的传奇了 联版 11个交易日里 6版 今天成交了76.36亿 然后其次是鲁锡化工 百合花 原力股份 辉丰股份 这都是三联版 三联版 什么四联版之类的 然后今天的这个成交额 也都很大 总龙头 毫无疑问 浙江龙胜 成交量太大了 76.36亿 是不是大家觉得很大 因为茅台只有59.45亿 但即使他今天成交了 这么大的76.36亿 对于他来说 他还是个缩量 所以在化工股当中 这么大的成交量 这么疯狂的涨停 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高鲁铭他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一定的分歧吧 我觉得 因为他确实位置还是有一些高了 什么叫出现的分歧 所有的个股都涨停了 分歧什么 这个板块里哪来的分歧 我是说浙江龙胜指质个股 对浙江龙胜指质个股 因为我们也看到了 他近期的涨幅确实也是比较大了 因为我们在这个做这个市场过程当中呢 会有一种位高的这样一个情绪 出现这样一个高位 高位出现了这样一个 尤其是收在这种T字型的这种K线 这种K线呢 反而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尤其你看的 虽然说是成交量放大的这个整体 相对于之前来说 是一个缩量的这样一状态 但之中肯定是有一部分资金 是在进行一个换手的动作 所以说有进的有出的 所以他们当中存在这样一个分歧 好 看多的看多的买 看空的卖 所以在今天出现这么大额的成交 好来我们关注一下浙江龙胜 为什么会成为总龙头 我们给大家也梳理了一下 整个化工上涨的一个背景的因素 周末是有一些消息的 我们可以看到新华社的报道 一个是3月21号下午 延城市出现了一些事故 然后就新华社报道这边 江苏延城4号召开的一些常委会指出 会关闭一些园区 然后呢 五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联化科技 安诺奇 雅克科技 曾再没有收到这些通知 所以化工今天在盘中反反复复 我们先来问一下周涛你最爱追强势股 这次追在化工里了吗 追在化工里 什么时候进的 其实是跟最早参与的是浙江融胜 但是呢这次股票没有完全把它给把所有的仓位去保住 就是大的仓位在这在第三个版的时候呢 被它挣出来了 挣出了大部分 这个有点可惜啊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离开这个市场吧 我们依旧可以去玩这个强势股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像现在比较强势的股票呢 我们现在也参与当中 有机会呢大家也能会知道 好 因为周涛是选手 所以刘鹤来拿出我们的选手数据 看看有多少像周涛这样的选手在化工板块里 好的 那实际上刚才胡锦涛介绍过了 说今天的化工板块呢是掀起了一轮掌停潮 但是如果要是仔细算的话 这应该不是第一个掌停潮 应该是第三天 从哪天开始算 从周六开始算 周六 对 为啥 就是在周六呢 咱们说降水园区关闭的消息出来以后呢 在意念盘上 就是咱们股民的意念盘 周六 好多说还放假 说赶紧啊 赶紧开完 我这一个掌停板错过了 然后周六一天 周六 周日一天 跌了三天 真的是这样 所以说我看到我们选手们啊 这样的一个操作的积极性 也是非常的高 来看一下 今天呢咱们总体而言 选手一共是追了93支票 那其中在化学板块呢 就是有19支啊 来看一下 具体看一下呢 是华人药业当天追买 那截止到五盘呢 有选手获得了一个较大的收益啊 是八个点 另外呢史丹利八个点 不过呢是八个点的时候追买的 咱们说的是我们选手的一个操作啊 涨停后呢 当天也就是说你虽然涨停了 但只拿到了两个点的收益 另外鲁西化工也是涨停追进 苍州大化呢将近九点的时候 我们选手追进去了 另外补充个信息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今天晚上应该是鲁西化工出一季报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还是涨起来追 那就是没看咱们上周二的节目 为什么呢 上周二的时候呢 我们板块轮动呢 就聊到了化工 我说化工这一块 可能是下一个板块轮动的开始 当然也是叠加了一定的一些 就是事件性的一个因素吧 但是今天我们就想了这么多事 追进去很开心 一天拿了两个点的收益 但明天会不会分化啊 那分化之后 这两个点的收益还保不保得住啊 好 选手所追进去的标的 我们都已经给各位 还梳理在体板上 各位赶紧去熟悉一下 看看这其中 有没有一些你们认为是潜伏成功的 有没有一些是你们认为他追在高点的 然后马上我们要给出我们电视机间观众朋友他们答案 来我必须要问一下刘鹤 我听说你早就在默默地关注化工 为什么 也不是早就在关注吧 就是因为这个安全事故引发的可能是被动的化工 可能出现一个供应色改革 然后导致行业也许会出现一定的一个洗牌啊 所以说因为这个就关注化工 你不要说话那么绕 你看你洗上煤烧的样子 在化工里挣了好多钱吧 哦那倒没有啊 一点点一点点 百分之一百五 是不是 还好 因为确实是最近的这个龙头的赚钱效应是非常的强 但是我也会担心啊 包括我们选手一样 这个位置了还拿不拿 你拿了以后是不是回头的话 这个收益保不住不说 可能还要吐出去一定的本金 这个答案我马上 这个问题马上让他们解答 你告诉我你当初选化工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一二三什么理由 第一个 其实刚才王老师提到了一句话 就是王玉刚说到 说咱们这个估值而言 18年的时候 这个化工板块的估值 杀的是非常的厉害 它非常的低 而且你看到好多企业没有问题 业绩没有问题 所有都没有问题 但是股价就是在持续的下跌 而且你看看这些公司都是非常好的公司 错杀 所以而今年起来呢 我们看到涨到像第一轮的时候 像这一些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道理的一些股票 他们都涨起来 那接下来可能会轮到他们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好 刚才那一些个股 选手追买的 分别分散在化学制药 化学制品 原料和化肥农药当中 这些当中 有没有各位所看好的 高永利 你在里边吗 你也是选手 我现在是 因为上周四空仓了 空仓了 不能预测到化工 今天会有这么一个大涨 所以早盘 高开 高开完了以后 上冲我预测 我预测它会有一个下达 这个预测判断 判断比较正确 所以说这些强势股 盘中也没有注意 就这样 好 来 高禄银怎么看化工 我觉得 目前我看的通化金码吧 我觉得位置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它前期也有一个表现 与它目前的这个位置的 说实话呢 从它的这个走势的结构上来看 包括它近期的一个表现 后期应该还是有很大概率 能持续的 好 来 我们最终的操作都要靠自己的去判断 我们只是以这个个股为例 然后呢 大家呢 要进行自己最终的决定 我们不存在任何的推荐 那么关于 这个节目一开始 我们说了 我们结合了多家券商的 研报的分析成果 总结了一份脱水财报 送给大家 大家可以随时随地 通过扫描下方的二维码 到有缘投资当中 寻找我们总结之后的干货 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去领取 然后我给大家一个统计显示 按照去年年报快报预告净利中 中值计算 有25只化工股年内涨幅是低于行业指数 并且去年的净利增长是低估值的 这哪一些化工股年内滞涨呢 来滞涨排名 我已经给你们梳理出来了 我们赶紧看一下这张梯板 不少个呢 不少个 其实关于滞涨股 我们总说 就像刚才 我们这位嘉宾所说 他说这个现在要往低处流 要往低处流 指的就是低估值的 滞涨的 但是滞涨的东西我真害怕 我曾经真有过拿了一整轮牛市 它就没动 最后跌的时候它跌得好惨 我还亏了钱的东西 所以关于滞涨的东西 我们很痛苦 到底是选还是不选 怎么选 它有没有一定的逻辑 来 有逻辑 有什么逻辑 有逻辑比如说 我们像我们一般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历史的数据 我们自己有一个编了个软件吧 相当于是 然后监测它在这个整个 从它上市以来 它大概处在一个百分之多少的位置 然后这个公司自己有没有一定的 那基础是什么 它滞涨是建立在什么情况 我们说这个东西可以认为你是 可以操作的呢 它自身的基本面料没有问题 就比如说它 可能最近三到四个季度 它的盈利是在增加的 很多化工股有这个特点 我补充一下 因为王韵刚是机构 你们去年我听说就已经布局了化工 去年10月到11月份左右吧 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判断 决定一定要布局 就是我们选出来 它真的就是 它的盈利能力跟它的股市完全不匹配 它盈利能力非常好 可能任何一个化工股 你现在去看它的18年的年报 当时你其实已经从财务数据里 它在18年的年报 都增长在30%到40%左右 然后呢 它的利润率在30%多 但是它呢 股价在金资产附近 有的像天元集团 在金资产以下很低的位置 然后像这个海化 这些东西都是 产品都已经到了一个跌价的周期 包括万化化学 万化化学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是它的产品最低最低的时候 大概当时MDA就 一万一千多块钱一吨 现在已经涨万了 好 这就是机构和我们散户朋友们 可能有的时候看的不同的地方 我们会提前做很多的功课 先不去进去 而我们很多时候是看见盘面上热点动了 我们才追进去 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 去年我们没赶上 今天好多朋友追进去 好多选手追进去 这个化工股的狂欢 什么时候会落幕 会不会就是明天 短期应该不会 其实这个东西 你可以观察一个东西 就是原油的价格 什么价格 原油 原油 跟原油有什么关系 因为化工的是一个 基础原料是 很多是来自于石化的 石化原来是它最基础 就比如说像那个 像苍州大化 或者像这个万化化学 他们这些股票 它都是一个石化的下游行业 那它自身的这个价格 产品价格和原油的价格 是关系非常高的 好 因为今天我们讲到化工 今天一开场 我们就告诉大家 我们要跟几位讨论一下 化工股的这个狂欢 到底什么时候会落幕 会不会就是明天落幕 它到底什么时候会落幕 来 给我们举个盘 明天化工会不会继续涨 我们还能不能上车 赞同的举红盘 不赞同举蓝盘 来 会涨吗 3 2 1 会不会涨 会不会涨 高永利游游游游给了个下跌 因为他看空 你会认为他会被大盘所拖累 对 好 好 来 能上涨和能不能参与是两件事 能不能参与 再举一次 3 2 1 可不可以此时此刻 明天再参与 你看到他下跌 因为我觉得这里有部分的股票 比如早盘在9点半到10点之间 第一批涨停的那些股票 第二天还是有可以参与的 因为第一天涨到比如有30只 今天我看了一下 大概有30只涨停 如果明天会有很大的分化 应该会有比如七八只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整体板块不一定会上涨 会怎样分化 从价格上分化 还是从细分行业上分 这个就是化工板块 这些个股里做了一个分化 对 它的细分会出现分化吗 细分 还是您从技术面上 我觉得我从技术面上 就是说针对今天涨停的这30只股票 明天可能会有继续上冲 或者继续涨停的 应该能持续到 我预计一般像之前的这种突然爆发的板块里 比如说有一个集体共振 有30只 20只 第二天会有大概有五六只 七八只会继续上涨 哇好有意思 今天分析盘面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给红牌 讲到化工板块 既认为都会上涨 也认为都可以上车 为什么 我们要不要结合我们的化工产业链 让各位来继续梳理一下 看一下化工的上下游产业链 给大家补充一个背景资料 一个是染料 化工的细分 现在长得很好的 就是浙江龙盛和海湘药业 然后是农药 洋龙化工 长青股份 然后是涂料原料 卫星石化华益集团 颜料 百合花 还有阻燃剂是万胜股份 这么多的上下游产业链 还有包括这种化工的细分 为什么认为它会持续的上涨 看好其中哪一块 好来我先问一下周涛 其实我看这里细分的比较细 其实在我们实际操作当中 我们做短线 不需要去关心这么细的 就是我们看哪个形态 它走的是比较强的 它一定是有资金先进去 它也许是因为大家对它未来的一个期许 也许是因为短期 大家对这只股票形态上仅仅是技术上的看好 你赞同高尔律所说的化工板块 今天涨停这么多个股 明天会出现分化吗 明天肯定会分化 明天一定会分化 然后前排的股票 它还会做强者横强的一种走势 但是后排的一些股票 比如今天分的相对来说比较赖的股票 明天它可能会先做回档 但是这个板块它不是一下子结束的 好 就是我们中长期它都是看好 化工的盛宴 经过四位的观点统计来看 可能一时半会是落不了目的 最后各位给我一句总结吧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来高禄铭 明天化工会不会出现分化 明天化工会出现分化 但是各股之间还是有机会 哪些不要碰 给我个原则 就是连续的两三天 这个连续两三天出现了明显上涨的这些品种 就不要动了 好 来 我来再问一下王玉刚 因为你去年就布局化工了 所以这回它涨势跌 跟你都没有太多的这个痛感 我们的散户朋友 明天如果再去选择的时候 会有细分的问题所存在吗 你竟然认为还可以上车 它现在有两个逻辑最强的两个 要 这两个板块我觉得是还可以继续的 哪两个 就是一个就是国内这种产能退出的这些 就是经过这个安全整治产能退出的这一块板块 就是其中可能集中在燃料或者中间体的这一块 然后另一块就是国际上 因为孟山都的这个败诉案的农药 这两个细分的领域 我觉得还是后面的逻辑 它还没有结束 好 这两个逻辑领域可以 我们会结合化工的上下游产业链图 然后再结合今天现场嘉宾的总体分析 总结一份研报干货送给大家 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能够在底栏的有言投资当中 获取这一份关于化工板块的资料 另外选股和操作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个难题 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解决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关于你的选股和操作的困难 刚才化工的这个盛宴这个狂欢 还可以继续的问题 我们已经为大家探讨完 那么接下来 大家到底如何在整个市场当中 选取到像化工这样好的板块 这样好的个股 做出像选手这样漂亮的操作呢 来刘鹤 我们结合选手数据给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位选手的操作 这位选手呢 今天在当日是取得了一个14%的操作 这个一个收益 这个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一个涨天板卖了以后 再去追另外一个 做的好的话理论上能做到30% 但是我从来没有做到过 但是这位选手呢 做了一半吧 咱们算一半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怎么做的 他这个操作当中也有化工 来看一下 这位朋友呢 是在4月8号的时候 也就是今天呢 他卖出了一支票 也就是我们本轮化工行情 毫无疑问的龙头老大 也就是浙江龙胜 当天今天一个10%的收益 然后呢 他又买了另外一支 咱们叫老龙头吧 好吧 国际实业 那国际实业呢 当天又给了他一个4.19%的一个收益 当然如果我们从K线上看啊 说可以挑很多毛病 对不对 哎呀 买的不好 没有买的拉上手 但是实际上 做的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一天14%的收益 胡青这是我们今天这位选手的操作 还有就是我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整个荣耀组 最近前10名的人数还不是特别多 要继续努力 争取唯一的这个出现名额 然后国际实业是前期的总龙头嘛 然后我们其实要具体分析一下 很多选手 他们其实喜欢这个龙回头的东西 我不知道现场各位有没有人喜欢追龙回头 我估计周涛会 我问一下高鲁明你追吗 分阶段吧 就是一定要看他前期的涨幅 这是我参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怎么说龙回头回调后 什么样的机会可以介入 就比如说这种 要根据市场环境来看 如果现在这种市场环境特别好的情况下 就是现在这种 比如说刚刚看了的国际实业这种 他是可以做一个接力 在后边再做一拨 但是如果说整体的市场环境当没有这么强势的时候 他也就是说在前期可能20%到30%的空间 开始出现震荡洗盘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选择 我们现在就讨论的是在这种强势的环境当中 我们电视前观众朋友该怎么做 都可以 所有的龙回头都可以吗 不是尽量选择这个第一次给他表现出强势的 但是又涨幅不是特别高的这样一个机会去参与 这样的稳定性或者安全性稍微高一些 听不懂什么叫又强势涨幅又不高 这好矛盾 就是说一个主力我们看一个股票 就是说这个股票到底强势与否 一定是看他在这个建仓过程中 以及他拉升的过程中的表现 如果说我们看他建成 比如说我们看国际实业这个个股 他在前期在前期在11月份的时候呢 出现过连续的两天的这样一字板的一个状态 这个两天的一字板这样一个状态 实际上告诉你这个主力的实力非常强 然后我们再看他近期启动的时候呢 启动的时候呢 出现了连续的这样子涨停 或者是这种T字形的涨停这种情况 这实际上也告诉我们他是一个非常强 或者说主力这种操作手法非常凶悍的这样一个表现 所以说就是从这个盘面可以冲冲冲显出这个主力 到底是强还是弱 我明白高鲁明的意思了 就是说启动的时候很强 但是他并没有连续拉升很久 你要在他强势启动的初期介入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既强势并且涨幅又不高 好来周涛一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选这个龙回头的个股 我要爆料一下 其实周涛在这一次比赛当中 最好的成绩是一度的周排名的第二 但是当时他嫌丢脸啊 不让我们说出来 他说他一定要拿一个第一 所以你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找龙回头来做到第二的 真的很厉害 其实刚刚高老师他说了一点 大家可能没有听明白 其实我们龙回头的战法里面呢 它有一些大盘的位置需要去配合的 最好的龙回头启动的位置是配合在我们的大盘指数 它是走在三浪的启动点 走出的第一波的龙头 这只股票呢 它一定会做一次龙回头的 现在呢大盘走在五浪上 这个时候做龙回头的概率相对来说比较小 那什么时候可以成为呢 就是在五浪最后拉内下的时候启动了这个板块 所以刚刚那位选手其实拉买这个国际实业 它是在赌我们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板块 因为4月底有一个一带一路峰会 所以它选择的我觉得是还算是很很到位的 但是呢实际上就说它不是大盘现在最好的做龙回头的时间 现在不是大盘最好做龙回头时间 对 现在做什么最好 还没启动呢 现在是做这种第一位启动的股票是最好的 这种股票它容易成腰 我举个例子 像这些化工板块的 对吧 前段时间浙江融胜 它是在三浪启动点 直接启动 这个时候它会成为龙头 包括像这个第二波接力的时候 这个化工走这一波的时候 现在第一位的有一只股票 也是对吧 也是有可能成为这个龙头的 好现在做龙回头为什么不是那么合适 因为涨得太高 不是涨得太高 是因为大盘的位置决定的 是大盘走在了五浪的位置 如果说这个时候 它刚好拉出五浪来 很有可能在这一块同步出货了 好高龙明也赞同 现在做龙回头不好 对我补充一点 就是因为他提到的 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启动的一个非常 后边的一旦启动 后边给的这个空间会非常大 这样子配合起来是非常理想的 还有一个问题 这是找个股 另外找板块 我必须得向我们的浴缸来请教一下 因为你去年就布局的化工 它现在好厉害 我们现在如何在盘中 去找一些低位的板块去布局 这个你给大家什么建议 低位板块 就现在回到一个牛市的状态里面 流动性推动的话 大家一开始是去找题材 找概念 然后中期的话 它会随着业绩这种预告的这种推进 会变成就是说 我们说每年的这个四到五月份的时候 会有业绩浪 或者有中报的这个所谓叫分红浪 这种情况 那这个阶段呢 大家就更多去关心 因为你在业绩披露期嘛 大家可能和观众预增 大幅预增 高送转这些东西 这是一种情况 现在此时此刻 就开始了 已经开始有了 然后就特别是 因为你现在已经不需要看年报了 年报是去年的事情 你现在应该想的是我一级报的这种情况 披露的作成中 每一家公司在披露一级报之后 他都会对上半年经营业绩做一些估计 然后他会把好消息放出来 另外我们找过了这个个股 找过了这个板块之后 我们还发现有一位选手 刘鹤 这边他是反反复的操作 结果去变成第一了 累计收集第一 这是我们正式开在第二周呢 我们也是开始计算累计收益 这位朋友是拿到了一个第一 他叫黄某桥 他目前的收益率是36.43% 来看一下他操作的什么 那他反复的操作的话 像苍州大化 外高桥 信维通信 以及这大网信 其实我们看到的主要贡献利润 就是外高桥 以及苍州大化 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高抛低息 我好喜欢这四个字 我又好痛恨这四个字 因为大家会做反 不是 你周期太短了 周期太短 你高抛低息的周期太短 怎么说 我们要用多长的周期 去走这个高抛低息 一般来说 你可以把一个票分成三部分